大家好,现在是2023年的4月26号,礼拜三 现在是西班牙巴塞罗那时间的上午的10点05分啊 我们这特别暖和啊,现在我坐在我们家草地上 弄了个小板凳,跟大家扯两句啊 砍会大山扯扯淡啊,聊聊天 这个有一个叫董玉玉的,董,董碧武,董卓的董,董文华 董文华,董文华赖昌兴,是吧,姓董 玉,第一个玉是那个唱歌的叫玉金剑,玉金剑吧 玉玉冲冲的玉,玉闷的玉 第二个玉叫,第二个是那个玉石的玉啊 玉石俱焚的玉,董玉玉,一个59岁多的人 还有三月啊,就要退休了 这哥们儿在那个去年,去年二月份吧 在那个东城区,北京市东城区 新桥饭店这个餐厅啊 新桥饭店的西餐厅的蛋糕有名 新桥饭店的饭做的不错,那是一个老饭店 在那儿跟一个日本大使馆的驻华外交官吃饭的时候 被这个国家安全部门 应该就是北京市安全局吧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啊 那还是我的老客户啊 我给他们食堂送货原来 被这个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给抓了 然后最近这个要宣判了啊 要判刑了,要起诉了 然后把那个日本外交官也给扣了一段时间啊 扣了几个钟头吧 然后给放了啊 这个新桥饭店就在这个崇文门 崇文门路口的西北角 它的后身 它隔壁吧 它的东侧是一个大型旅行社 中国不是有三大社吗 国旅总社 这个清旅总社 中旅总社 国旅大厦 国旅总社在那个 国旅总社在那个 复兴门啊 国旅总社也是我客户 然后中旅后来盖了个中旅大厦 在那个三元桥的西南角 这可能是清旅 反正就是一个大型旅行社 可能就得三大社之一 啊 就挨着新桥 北边是同仁医院啊 同仁医院马路对过 原来是一个大酒店 叫亚氏金朗大酒店 原来是我的客户 后来欠了我好多钱 被我到东城法院把他告了 后来我告赢了 后来那个地方实在不行了 资不抵债 破产了 就被那个同仁医院给买下来了 那个叫亚氏金朗大酒店啊 然后有新疆的 图鲁番 哈密啊 那个中心医院的 那个维吾尔族的那个医生 来北京进修啊 就住在那个亚氏金朗大酒店 也就是后来叫同仁医院的 那个东院区 我还去看他们 还跟他们聊天啊 然后对这个就是这个同仁医院 同仁医院 然后这就是东郊民巷了 他的北边 南边啊 东郊民巷 在这个同仁医院南边 在这个新桥饭店北边 这东郊民巷的派出所所长 叫张东耀啊 张东耀原来是和平里的派出所所长 后来是呃 建国门派出所所长 还曾经是我的客户啊 他们那个派出所在那个建国门内 新开路互通 新开路互通啊 然后 东郊民巷 往北啊 第一条街啊 南北街 叫大华路 大华路有个北京医院 北京医院是卫生部直属医院 然后有一个高干院区 专门给高干看病的 很多高干都死在那了啊 国家领导人之类的啊 什么好像那个谁 那个那个胡耀邦啊 后来那会儿突发心脏病 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候 也是送到北京医院来抢救的 老舍 是吧 在北京医院住院 非要出院啊 参加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结果让人给打了 打了之后回家 老婆孩子也不给好脸 老舍也 后来最后 羞愤难当 恼羞成怒 是吧 绝望了自杀了 是吧 还有什么侯宝林 啊 有人说侯宝林最讨厌人家 管他叫侯宝林 都喜欢管他叫侯宝林 侯宝林也在那哪住院 也在北京医院啊 后来也死了 是吧 哎 这是这边的地形啊 地形 这个 这哥们啊 反正抓了 董郁郁啊 还有三个月就要退休了啊 就是 59.75岁啊 59岁09个月 他退休了 退休之后啊 想着退休 结果跟大使馆的人接触给抓了啊 其实这个大使馆呀 大家都知道 各国大使馆 其实都是住在其他国家的公开的 这个谍报收集机构 信息收集结构啊 机构 也是对外交往啊 联络所在的住在国的民间社会 啊 这个知识分子呀 学者呀 商界呀 政界呀 这么一个机构 有一个维也纳公约吧 维也纳公约就给予了 所有的大使馆人员啊 这个外交官 有合法身份的外交官 外交豁免权 这个就是互相保护 因为 你也需要搜集别人的情报 互相都需要啊 这个我想想 1999年左右 剩下的一天 在这个交道口南大街 好像我给哪送货呀 给这个晚上 大夜里 我给这个东城分局 东城公安分局送货 就在那个大兴胡同 一出来 交交口南大街 来了一辆拉达车吧 就是苏联车 应该那会儿 已经是俄罗斯联邦了 咣当一下 车速特别快 给一个登三轮的老头 给撞灰了 老头反正死不死不知道 反正给撞出去至少十几米 然后那哥们还要逃跑 一看就是一老毛子 俄罗斯人喝多了 满嘴的酒气 让我们一帮中国人 给阿围在那了 是吧 能让他走吗 对吧 你撞了人还想跑 但是估计最后警察 是吧 也得给他放了啊 还有这个日本大使馆 我记得 十五年前吧 十多年前 有一个日本大使馆的武官 武官大家都知道 都是军事特务 武官 到了海南岛啊 中国的解放军的某一个基地的周围 是空军基地还是海军基地啊 不知道是不是陵水县那个 那是有个榆林军港 榆林港 还是那个空军 那是地脊师啊 啊 那个师不就是那王伟 跟美国人撞了飞机 然后这个 不知道还活着没有 可能死了 是吧 就那个地方 说是拍照什么的 后来也给抓了 抓了之后也就是 驱除出境啊 就给你地解出境 一般不会判实刑啊 这个外交官不会判实刑 还有前些年 零五年左右 有一个中国社科院的一个老大姐 现在应该有七十来岁了吧 应该也退休了 这老大姐 她是研究瑞典问题的 后来又改为研究美国 所以她跟这个 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 特别熟 那会儿跟我跟我关于好 她说 你对这个美国大使馆的 他们有一些免费的一些杂志 免费的中文的一些资料 你感不感兴趣啊 我说感兴趣啊 后来她给我拿了一个清单吧 有比如说有这个环保的 有经济的 有贸易的 有文化的 有科技的 有艺术的 也有人权的 也有环境保护的 也有这个 这个军控的 军被控制的 反正各方面的很多资料 就让我在那个表格上 打勾 如果就是我打勾 就表示我想要这个 然后她给了我一个地址和人名 那是一封信好像 还有那个美国大使馆叫新闻与文化参赞 新闻与文化参赞 不叫侯孝贤 侯孝贤不是台湾一个大导演吗 叫陪孝贤 就是那个陪元庆的陪 姓陪 陪孝 孝顺的孝 贤惠的贤 陪孝贤 他说你把这封信寄回去给他 后来我到我们那个安定门那个邮电局 我特意怕丢了哈 我特别喜欢搜集这些资料 我不是喜欢读书吗 喜欢掌握一些知识 然后我给写 我特意记得挂号信 但是啊 记信的时候 那个柜台里边 那个邮电局 邮局那小姑娘 一看给美国大使馆记的信 好像是光华路 还是日谈路 那会还是那个老馆 美国大使馆老馆 不是后来那个亮马桥 那个新馆 那小姑娘就露出来一丝诡异的微笑 我记得啊 诡异的微笑 嘴角稍微咧一下 我一听 我一看 我就知道 这封信美国人收不到了 不找我麻烦 就是好事 是吧 因为我对这东西比较敏感嘛 结果还果真 后来就没有人给我寄来任何资料 因为我知道这个安全系统 国安系统啊 比如说国家安全部 比如说 公安北京市国家安全局 要到一些自治区叫厅 安全厅 省里边都叫厅 他们有一个专门 就叫油电检查处 啊 你寄信 过去主要靠寄信 后来就电信检查处 哎 你得打电话 手机 啊 这个各种的这个信件 啊 你包括那会儿戴笠 搞那个军统局 啊 这都给你查 知道吗 你以为 你的通信是自由的 你完全没有人监控你 这都不可能的事啊 所以后来也没人找我麻烦 但是那些资料 美国大使馆也没给我寄啊 说起来社科院的这些人啊 我说的社科院的女性啊 有研究美国的这位 有研究德国的还有一个研究这个中俄关系的三位女性 他们的老公 他们的老公都是总参三部了 啊 这些人我都熟 我都去过他们家里啊 用他们老公亲自啊 当面啊 他们总参三部 总参二部 总参二部 外事局那些老的武官 我去家里做客 他们说我们就是一群老特务 啊 我们就是老特务啊 他们跟我说啊 说这个 说了好多事 都说自己是老特务啊 南方人居多 浙江人居多啊 在那个总参二部 他们专门有一个他们的那个住宅小区 就是那个蒸的地盖的楼啊 然后到那楼道里 都充斥着那个炸炸那个臭豆腐的味啊 南方人爱吃吗 江浙人当这些技术特务的比较多啊 都是大校啊 有的个别的是少将啊 反正啊 你跟外国人接触 包括那个外交公寓 比如说东芝门外啊 那有一片叫塔园吧 建国门那有一片啊 外交公寓 建国门那有一片 八九六四的时候 那个那个加拿大的外交官 不是从楼上拍的那个视频 拍当时不叫视频吧 啊 就是反正拍那么一段 后来不是还上传到这个国际媒体吗 后来不是中国政府赶紧就把那个 卫星信号不就给掐了吗 啊 那个建国门那个外交公寓 我进去过有一个公司叫外航服务总公司 专门给这个外国航空公司提供服务的 是中国的一个公司叫外航 外航服务总公司 那老哥姓什么呢 姓范呀 姓贷呀 姓沈呀 还是姓什么 我忘了一老头大高个啊 老家是河北人 那是我客户 北边是建国门邮电局 建国门邮局其中有一部分就叫国际邮局 哎 国际邮局这里边都有特务啊 都有国安人员 反间谍人员安插着 然后那个国际邮局往北 那叫什么大厦来着 名字我忘了 就在那个二环的外侧边上 能能查到 就是雅宝路这 那个大厦啊 我怎么去过那大厦呢 中国银行 Bank of China 北京分行搬到那去了 北京分行 中国银行的北京分行是我的客户 哎 那里边我跟那个大厦的那个接待人员 啊 就那个front desk 前台人员跟他们聊过天 那些人员里边也有国安人员啊 哎 还有这个我的一个老客户 这个国管局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下属的首都大酒店 原来叫首都宾馆 就在东郊民巷那啊 挨着那个洪都 洪都服装 洪都西湖 挨着那个北京市公安局后门 挨着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院啊 这个高院啊 那儿的总经理也是国安人员啊 都都这我都门清啊 因为他们那个行政部经理 是我的老客户啊 逢年过节 这个发福利啊 还有那个采购部 那个餐厅用一部分东西啊 那都很多年前了啊 所以啊 这个国安系统在中国非常的发达 是吧 你看那个东德的斯塔西 是吧 东德的国安部 是吧 苏联的克格勃 格勒乌 以色列的摩沙德 英国的军情五处 军情六处 是吧 美国的情报机构有19个 对吧 情报机构可不是一个 他互相的印证你的情报的真实性 互相监督 互相制约 互相争宠 是吧 日本大使馆搬家了啊 前些年盖了新馆社 搬到那个亮马桥路去了 啊 那条路上还有以色列大使馆 还有女人街 有那个凯宾司机饭店 凯宾司机原来是我的客户 然后到南边有那个艳沙 友谊商城 是吧 跟那个是那个友谊商店 专门伺候外国人的友谊商店 跟德国那个Lufthansa Lufthansa就是汉沙合资的啊 现在基本上他制造一种恐惧吧 现在你跟外国人接触 现在政府是非常的不乐意 所以把这个叫董郁郁的这哥们 马上就退休了 还有仨月就退休了 给这哥们判了啊 挺严的啊 前两天有一个那个东北人 护查颜鹤 也叫李颜鹤 娶台湾媳妇 老上台湾的政论节目 也批评中国政府的 批评这个CCP的 是吧 回上海探亲 给这哥们抓了 是吧 还有一个长期住在芬兰的啊 长期住在芬兰的一个沈阳人 他是满毒 想成立满洲国 回沈阳探亲也给抓了 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了吧 啊 还有一个上海人 上海人在上海开书店的 后来他们家移民美国 他有仨孩子吧 好像有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是双胞胎 然后他老婆去年回上海 好像是父母生病了 回上海探亲 照顾自己生病的爹妈 结果给他老婆扣在上海 不让走了 说你老公是不是用笔名 用画名 在国外的媒体上 这个抨击中国政府了 啊 你这个真贬实弊了 是吧 你这个发表一些不恰当言论了 啊 说你没问题 不用 不会抓你 让你老公回来谈清楚 是吧 还有前几年 那个谁 去年还是前年 三年前吧 那个周周侃 啊 有人说他叫什么沈杜 是吧 周周侃也是个自媒体 回中国之后 这三年了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大部分人认为他被抓了 被判了 少部分人说他是卧底 他就是国安啊 或者什么人 说回去就完成任务 就回去交差了 不清楚啊 不清楚 反正那人挺好的看着 小伙子 白白净净的 那皮肤挺嫩的 看着跟个小孩似的 但是看着那人说话 有点天真 有点天真啊 有的时候 感觉没有阅历 缺少社会经验 是吧 看看我们家的花 院子里的花 满院子都是花啊 这个光明日报啊 原来是民主党派的 是这个民盟的 创办人好像沈君如吧 不是沈君如 梁树明 梁树明后来一开始跟共产党关系好 后来批评毛泽东 让毛泽东整得够呛啊 梁树明 表面上是南方人吧 实际上他是蒙古人 是吧 后来那什么什么楚安平啊 张伯军这些大优派 都是民盟的呀 他们都是还想跟共产党轮流执政 后来都给整了 楚安平后来好像都是这个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都失踪了 不知道是自杀了 还是给弄死了 是吧 什么张伯军啊 什么罗隆基啊 好像这批人都是民盟的啊 一开始都是跟着共产党一块 这个抨击国民党 后来都被 被毛泽东吧 也整的是他们的七婚八素 九死一生 生不如死 是吧 在中国呀 你就不能评论政治 让你举手 你就举手 是吧 举手就代表同意 拥护支持 是吧 不同意的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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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全票通过 就完事了 是吧 另外你还接触外国人 这都很危险的 你看那个外国人来中国都住在社外指定宾馆 外国人想随便住个店都不行 是吧 就得监视你们家去呢 是吧 谁让你们家呢 老想颠覆我们伟大祖国呢 对不对 铜墙铁壁 固若金汤 是吧 你再早 你听个收音机 所谓的偷听敌台 是吧 我看美国之音做过一节目 采访什么魏京生啊 什么龚小夏呀 一大堆人 那会他们偷听敌台 有的人偷听敌台就给枪毙了 就给宰了 不让你听到外部的声音 只能有同一个声音 对吧 定于一尊 不得妄议中央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美帝苏修 亡我之心不死 这个我是谁啊 是政府吗 还是人民吗 是民族啊 还是国家呀 是吧 揣得明白装糊涂 是不是 到处都是花啊 野花 山上得夜花 为谁开 又为谁摆 我唱的是那个野花 是吧 田镇 田镇的歌 田镇我见过 就在旺京 我那会也住旺京 在旺京 西园三区 田镇开一辆这个银色的银色的小奔 不是大奔小奔 从小区里边啊 这个开车 我看他两眼 喝他的牛啊 田镇也润了 现在谁不润呀 田镇也润到澳大利亚 澳洲悉尼 张国立润到了澳洲 冯小刚 陈凯歌 陈宏 徐帆 这都润美国了 是吧 郭德纲 在美国洛杉矶有豪宅 在这个澳洲 墨尔本有豪宅 还投资了酒庄 是吧 现在谁不润呀 傻逼才不润呢 没钱 然后又没脑子 才不润 对不对啊 没办法啊 该润就润吧 能润尽润吧 你惹不起咱躲得起 是吧 要么忍 要么滚 对不对 你来干嘛啊 咪咪 来蹭我腿来了 你好 吃饱了没有啊 咪咪 我们这大概20度左右 18度到22度吧 20度左右 气温特别好 这个晒在身上特暖和 咱们家连个老鼠都没有 小猫咪 我会让你让他做的一个小猫咪 我会让他做的一个小猫咪 去 你 这个 沙发 我做了大小猫咪 你 我知道 我做了 来 你 我 没 我 就是 这是石榴树 过几个月 大石榴就结了 再过四个月吧 四五个月 未雨绸缪 一招先吃遍天 该脚底下抹油 该颠了 撒丫子就颠了 君子不利于 威强之下 对吧 乱邦不入 威邦不拘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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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